大家好,大家好,我是Dez 今天来介绍一下宝多六花 先说结论好了 这是联斗SS的最大奖 就是宝多六花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面板属性 面板属性其实跟我们的海王星很接近 虽然说耐久部分少输了100 不过在整体的火力 雷装,对空,装填,回避 甚至幸运都赢我们海王星 尤其是幸运,海王星最多就是15 你直接龙骨之后还是15 55对15还是有明显的一个差距 在生存方面,在命中率方面都有赢 所以就看这个白子属性 宝多六花基本上算是赢海王星很多了 接下来再去看一下它的一些技能分析如何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进 古力特光线 战斗会增加自己的火力15% 并且会发射古力特光线 如果你有装备所谓的巨坛 还有或是钻孔机 或者是跟他的同学一起出场化 会强化这个技能 他这个技能强化之后 会有一个主光线 中间那个配合两道旁边的双重光线 所以是有三道的雷射光 这雷射光是无视盾牌 无视任何的阻挡物 无限穿透 所以有多少打多少 不过这个虽然说是无限穿透 不过他基本的机伤算是比较低的 Hitter数比较多 但是基本机伤很低 他算是一个清杂与清智暴 消血的一个技能 所以他必须要搭配他的这个专武 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巨坛 还有还有这个钻孔机 这样子才可以把他这个弹幕 可以完整发挥出来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二技能 二技能Sircus 其实他也是一个复合型的 基本上他会增加自己的这个对空 而且还有受到炮击减伤8% 所以他有一定的坦度 然后有一定的对空能力 再来呢还会释放这个特殊弹幕 他也是每秒 每30秒会放一次 所以他不看这个发炮次数 他会放射一个箭气 但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个小子弹 那这个箭气呢 你要你装备的这个圣剑 还有装备的这个喷射机 都会强化这个弹幕的特效 那这个箭气一旦强化之后呢 他也是一样无视盾牌 无视任何障碍物都可以无限穿透 这个算是蛮强的 那这个小子弹的数量呢也会变多 或者说你如果跟他的同学一起出去的话 也会增加这个弹幕 所以这个弹幕是每秒 每30秒都会放的 算是蛮固定的 配合前面这个光线也是每20秒会固定放的 所以他在每一个时段面 都会有一定的这个伤害 消息这个动作 所以整个输出算是蛮平滑的 最后我们看一下第三季 第三季呢是第40秒的时候 会发射出这个修复光线 这修复光线呢是回全体的这个舰队的血量 三次 所以总共回3%的意思 那如果当下我们又会受到这个50%以下的话 就是宝度六花直接受到50%以下的伤害的话呢 还会再释放一次 所以他算是一个前排的补血剂 这个很稀有 我们前面介绍过除了小背法之外 还有之前的这个偶像春香 再来前排有回血功能的 就是宝度六花了 全队补3%每40秒 每次战斗都会补3% 比较小看这40秒 在高南海域你确实在道中的关卡里面会打到40秒 那全队回3%你打多少场都会回 那实在是对于这个整个道中的压力会减轻不少 所以在这还蛮稀有一个前排的补血船 那这个修复光线呢 他有一定的伤害 不过这个伤害呢 也是我们刚刚说的 这个光线呢 是无限盾牌无限穿透的 只不过当位散开很低 那hit数很多 那就看你能不能打到很集中的一个敌人 基本上这些光线都是拿来作为道中消血用的 那回过头来 我们讲一下这个宝度六花的这个装备 首先我们刚才前面讲到 他很多技能的这个弹幕要获得强化呢 你必须要搭配他这个特殊的这个专武 那这些专武他们也有特殊的这个待遇 像这个巨坛 他就属于主炮的效果 装上去就变成一个主炮 那相对应的他可以变成是一个恰巴炮 可能有人不熟悉恰巴炮 恰巴炮就是介于西雅图炮跟背野炮中间的一个武器 不上不下 但也不是说不好用 那这边加石的组装 他其实被动后面隐藏算出来的这个机制 是加石一的恰巴炮 那装备这个专孔机 虽然说是加石 但是它是等于对应到四连 这个磁联 加石一的四连磁联 再来这个加石的噴射器 对应到加石一的六连波浮尸 这很夸张 那再来这个圣剑呢 除了强化弹幕 他自己本身也在弹幕 还有加这个回笔 所以他是攻防一体的这个设备 所以你看到这边主炮还有加回笔 所以这两个专务加在一起 等于就是等于多一个有压舵的回笔 还蛮夸张的 加了40多的这个回笔 其他的设备 你就可以依照你的喜好去装备 所以整体而言 这些特殊的活动装备呢 就是宝多六花的一个专务 所以基本上非他不用 其他能用 基本上是没有太多的一个效果 那宝多六花用的话 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效果 非常非常的实在 好那由于这个宝多六花也是情况非常特殊 他的装备栏所有装备都可以装 所以他的搭配性也变得非常非常的多元 好我们现在介绍一下 他们不同的搭配性 可以对应到不同这样的一个关卡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前面有介绍过了 基本装备 你就是装一装 然后带维修 就是一个很泛用的 你打哪里都OK的 那如果说你要切换成这个输出取向的话 那你就带一个这个彩棒 因为他的鱼雷这个效果很好很痛 所以带彩棒这个伤害非常非常的高 已经逼近了这个第一轻群伤害的一个目标了 如果再来你说你要打这个十二十三张 需要防空优势的话 后面补一个雷达 他基本上防空的这个性能就很好 好基层 基础的防空很好 就六连伯伏斯 加斯底六连伯伏斯 有多少人有 好再来如果说你要防空 要配合防茧的话 你后面放一个这个爆雷也可以 那如果你说你要生存和防茧的部分的话 就是十四张 没错 他就是用来对应十四张的一个角色 你前面把喷射机换成这个尤雅朵 后面一样带一个爆雷 为什么 因为十四张其实基本上防空的这个要求不高 基本上你可以舍弃防空 那换来了更多的这个生存 还有反潜的这个优势 再来呢 如果你说你要在高南海域 或是作为坦位要极限生存的话 那你就最后把这个鱼雷给拔掉 换这个这个小海鲤 全部的这个回避 还有这个血量 基本上这个生存能力 已经是逼近欧根的生存能力了 那你说可不可以全部都换成这个 我们的生存装备 但是不太好了 不建议 因为他基本上还是有一些输出的 我们刚才说了 巨坛他有这个火力 他还有回避 那这个圣剑一样 他有这个生存能力 还有强化弹幕的效果 所以你至少带两个 去强化你这个弹幕效果 还有基本的伤害 那剩下的只在增加生存装 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所以结论 宝多略花是一个非常多功能的这个清旋 能打能补 再来他的弹幕效果又很多元 输出也很平滑 每20秒 每30秒 每40秒 他都有弹幕 所以输出相当平滑 又有这个鱼雷效果 他装备 加10对应到加11的伤害 这也算是第一人了 所以帮你节省很多的这个精赛 在这个角色 在未来14张 其实我拿去打过14张 其他的整体的效果非常非常好 我们都知道 14张需要反潜的功能 所以纵群基本上在14张已经变得比较视为 那就是驱逐跟轻群还有反潜的能力 他在道中需要大量轻杂鱼的功能 对方都有带盾牌 那雷射光有机会可以穿破盾牌 打自暴也好 穿盾消血什么都可以 最主要是他前排还有回血能力 这在前排的这个效果实在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稀有 那前面已经有人验证过用纯箱可以打14张 因为他有这个回血能力 所以宝多烈花在14张 绝对就是可以大放异彩的 这不用说他去在大世界的表现 基本上你可以打14张的角色 在大世界绝对不会是落到哪去 所以宝多烈花这一只角色实在是太bug了 你要当坦也可以 你要当输出也可以 你要对空 你要对钱 什么都可以完全取决于你在他的装备上面的一个安排 所以他的功能性非常非常的多元 一只角色可以抵好几只角色来用 相当的可怕 所以宝多烈花船是这一次联动里面最最最最最有优势的一艘船 好了那以上是对于宝多烈花的介绍 那我是草朋友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